大概是有一分鐘的時間 三分鐘 謝謝 接下來就是 民族國中 陳惠欣 大家好我是民族時鐘 的生物老師陳惠欣 我在民族任教已經過十年了 然後這個簡報 簡報再往下 有陳老師的簡報 再往下 再往下 再來 再來 這裡 民族時鐘坐落在臺北市的鬧區 擁有得天獨厚的成竹鄉文化景觀 作為我們的學習腹底 四年前民族轉型為實驗教育 我們將自己定調為都市型的生態學校 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培養具有國際飾演的律公民 下一頁 我們民族實驗教育的教學特色之一就是 生態主題課程 像是墨內小農場 殘廚好鄰居等等的 許多老師在開發執行課程的時候 我們會帶領孩子們進入殘廚山探查 訪問在地的疾勞 進行生態調查 甚至編輯社區刊物 好下一頁 身為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們 我們非常希望好好保存校園的律地 以及活動空間 上個月我們民族也辦了兩次的全校性的空間 願景工作方 透過三四十位老師 腦力激盪 來凝聚校園的願景 下面 由於這裡曾經是台灣產業研發的重力 也是劉公鎮進入台北盆地的第一站 我們希望能將水鎮打開來 並引水灌溉我們的小田園 期待有一天能夠重現殘廚山腳下的水稻田 跟螢火蟲滿天飛的景象 另外 我們也希望將圍牆打開 讓學生與社區有更緊密的連結 藉由種植蜜圓植物 石草植物 與樹木來增加校園的生態多樣性 此外 民族史中的前身曾經是殘業的改良場 周遭有許多的歷史建物 因此民族的實驗方向 與殘廚山的文化景觀的支援 可以說是生態教育 與文化資產的完美結合 下一頁 這次的大樓事件讓我們民族的師生們 體認到美好的環境 不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今天我們這邊就有在座十幾位的老師 學生 退休的老師到現場關心 越是希望未來的台北的孩子 可以持續進入在這樣的環境裡 我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協助 落實民族視覺景觀的管控 讓美好的願景有機會實現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一位正記發言的是 杜正志 大家好 我是杜正志 今年八十歲 加護照齊在昆仑商店裡的工作 是台灣最早一批去日本留學 取得了分辨小肌工母技術的研究能量 我五六歲的時候跟著他 幫到了唐古山農業實驗室 當時我住的宿舍 現在已經變成了歷史建築 我影片下來了 這是我參與製作的繪本 民主國中的全身是長葉感人藏 當時我的小朋友時會跑到這裡 抓這些劍 就是長寶寶灰 就像是繪本裡面畫的一樣 長葉感人藏裡面還有一種叫做風箱 當年是用來養腸的葉腸 它跟一般的腸不同 是大肢的像大股子一樣的 那些風箱樹 現在有好幾棵都還在民主國中裡面 年紀起碼跟我一樣 甚至比我更大 後來我在民主國中教書 將近有三十幾年才退休 今天我跟幾位退休老師 一起來關心 主要是文化要保存很不容易 但是要破壞是很快的 台灣沒有精緻的經濟發展 靠的是當年農業試驗所 產業感人所研究人員的犧牲與奉獻 現在民主國中轉型成為十月中學 文化機也好不容易 把這批所設指定為歷史建築 這裡可以是學生 瞭解台灣農業試驗所 歷史最好的地方 卻要在中間更大 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在這裡 鼓勵各位好好的保護貪圖商 跟民主國中的歷史的進入跟警斷 不要讓這個台北景城的寶地破壞 謝謝各位 謝謝董老師 先再來王永之 不好意思 可以把簡報跳到 借務123類管制內業嗎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學府秀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王永之 然後我也是居住在蚕竹山 快60年的居民 現在還是居住在內院 而我們的副職輩 大都是在蚕竹山的居事單位服務的 然後他們為了守護台海的領空的安全 也貢獻他們的新村 而當年很多軍人 他是沒有配到他的眷村的 所以在軍方的統一下 我也常叫在軍方的統一下 開始在山上有一個自立的照屋 就形成現在大家所在看到的 財富山的聚落 然後目前的 就在就目前的管制要警的規定 他只規定在視覺點看一看 然後經過審查都可以拆 那如果按照目前視覺點 他的範圍的話 我看我們一半的房子都要拆掉了 按照他的規定的話 在視覺點看不到的話 他都可以拆就對了 那一半房子都可以拆掉了 而且他上面寫到說 坡度30度以上 連那個禁管單位 他也可以限期拆除 那不是等於沒有保存了嗎 他既然可以限期拆除 不是有保存跟沒有保存是一樣的意思 就文化景觀的精神是在於 人與自然的緊密互動 蟬執山這些都是依山而建 自立營造的房子 照道理說他的坡度越陡 表示當年父子被他自立造物的過程 越艱辛 那應該是更被值得保留才對 而且現在用30度坡度來做分類 說超過30度的房子原則上不能升級 因應計畫來作為改善 又說經建立有危機居住安全 住戶要自行負責 那我覺得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要讓他們自生自滅嗎 我覺得這樣是不合理的啦 然後文化景說要把蟬執山寶 造成人與生態構成的有趣聚落 可是你卻讓一半的房舍可以被拆除掉 然後人也走了一半 那蟬執山寶來的有趣 所以從文化景觀的定義 我們是認為整個三層聚落都值得被保存 所以我誠心的建議委員們 重新思考文化景觀的價值 把聚落的西側完全納入在視覺景觀的範圍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狀況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是拱文桑 我有簡報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公文桑 我是2017年蟬埔山工人開理師班計畫的專家成員 然後我今天想要提出的是 關於警官風望認定跟整個保存的問題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照片 它包含了兩個山口繳出來的 古道跟艾口的地形 還有聚落 還有依久項的柳公寸 還有往前面移民的台北平原 我相信不會有人反對 這樣子的一個 這整個的三星山是整個蟬埔山文化景觀保存的 一個重要的基地 另外一個形成風貌上面的一個基本觀念 就是山坡上面的房子們 剛好是在2014年的文化部的調查報告裡面 有指出所謂一般的房子最多都蓋在坡道上面 但是像西側這種跨過山極限的什麼案例 非常的少見 那其實除了這些案例之外 還有包含蓋在陡坡上面 或者是跟大叔動身的這種構造的方式 這些都是因應現在長遠山非常特殊的地形 而長出來的價值建築兩派 它很跨的東西兩側下面 整個豬肉區有1.5公頃 然後有近200戶的一個土地範圍 在目前除了發動的例證之外 目前僅用了一個視覺點 作為全區未來建築管控的主要依據 意思就是說不在視覺點內的 未來以後都有參數的可能性 所以視覺點建議應該保證一定比例以上的地質跟建築的樣貪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我們認為山澤西策應該要納入整個的視覺情報的保存到了之內 下一頁 文化景觀登陸的理由其實是有包含它的愛護 跟包含它的有機的建築群 所以意思就是 其實景觀風貌的認定也應該要回應這樣子的一個登陸的理由 所以我們想請曹建築師跟委員們能否再次思考風貌景觀保存跟視覺點之間的關係 我們希望整個西策可以納入視覺點可以被看見然後模式的範圍 再來就是剛剛在提到的一個往前面臨人這樣子的一個台北郊區的這樣的地形 能夠透過民族國中一個新增視覺點的指認 能夠維持這樣子一個山跟城市之間視覺上面的暢統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 先請 先 現在 可以報告嗎 那各位委員 這邊就按理由 好 可以跟主席還有委員 然後各位說明 第一個 那個 現在民族國中或是林鼎傑先生 他比較在意的有一個部分 就是民族國中操場的部分 可不可以納入 有畫質觀的範圍 那跟 跟那個大樓 就是那個 可能北克大跟民族國中教育局合作的大樓有關 那在上次我們台科大 不好意思 跟台科大合作的大樓有關 那在上次我們的那個諮詢會裡面 其實有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 台科大他將來能不能在 原先好像林鼎傑他 標示的土地上 做這樣的大樓 其實要經過農事所 就是殘改廠 前面第一排的那個 極觀視覺點 三四條的模擬 所以這個問題 暫時不會發生在現在 那另外是 我們為什麼沒有採取再往後退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林鼎傑 他現在拿的那個 也是從空中樓房造下來的部分 那個不是一個公共場域可達的地方 我們原先設計的在地面造的是 在公共場域進群可以達成的地方 那也要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並沒有排斥49點後 只是在現在 我們討論的是民族國中 這樣的一個操場 不管從上面看起來 或下面看上去 其實跟當初農事所的那個田 就是有一個古代的照片的那個田 其實差異非常大 那我們也建議民族國中 做一些社區營造的計畫 看將來這一部分的操場 是不是能夠做一些跟社區營造之間 相關聯的改造 那我們納入這個計畫的檢討方案 就是未來五年裡面去談這些事情 那如果將來有可能改變的話 再來修訂他民族國中 我們是不是要納入範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視覺點的第二類 從我們的視覺景觀點 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們是比較強制性的要保護 也就是他其實跟國外的觀點是一樣的 這邊看上去的房子 原則上他就是要保護存在的 那我們沒有說看不到的房子不保護 但是納入剛才可能跟各位說明的 叫第三類 他要經過審查 了解到他的重要性 其實他存在的目的以後 他可以有的部分是經過審查以後 可以適用因應計畫 他不是完全不能的 那真的有危險性的 我們也會利用這個審查 會再讓大家明白為什麼 他不能存在 這個東西並沒有說他就不存在 包括西側的部分 西側全部的房子 其實要不要拆都還是要經過審查 然後再來要跟各位講的是 視覺景觀點之外 不是一定要拆除 那在建築師的建議方案裡面 也有重新希望禪竹山不要只用一個文化景觀的定義 去做文實身份的認定 能夠重新做聚落的認定 所以不管是現在看得到看不到的部分 將來都會再做聚落的認定 那也跟所有的委員報告 那今天還是在整個管理維護計畫 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他著重的是這個區域以後 他有什麼作業要點 讓各位要申請徵修改興建的時候 的一個依據 那你有什麼樣的需求 甚至連補助 我們都可以告訴你 那讓你有所遵循 那另外文資法裡面 才會再談一個 都市計畫的問題 那叫保存計畫 跟今天的也有差異 做這幾點的說明 好 謝謝福德的補充 各位委員針對聚落 好 沒有的話我們就進行投票 這個投票有 好 各位 許可全聯合 謝謝 各位 謝謝 請 謝謝 那現在是不是還有一個要試 我現在不太曉得 現在視覺景觀點1是比較前期 是有增加嗎 就是比較就是 因為這個後面的這個 所謂管制內容會比較影響大家 就是第二類 會有視覺景觀點內 所以我現在想要確定 就是視覺景觀點現在是確定幾點 請同一放那個視覺景觀點 只有一個點 這四年其實從七個點到兩個點 最後說明的就是一個點 這一個點是將來絕對不可以變化 是不是放那張照片出來的圖 就這一個點 所以他從這一個點看上去 將來是絕對不能有變化的 所以就是剛好三角的這個 裡面那個三大樓的那個 就是沒有退縮到這個 操場的內容 主席我這邊可以 主席我這邊可以容我補充一分鐘嗎 好 麻煩那個到剛剛的那個 簡報第九頁好不好 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平面上看的 現在從大家來到禪竹山都會從公館圓環走一一九上進來 從公館圓環走進來 如果這邊在民族的校地這邊興建大樓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南區門戶禪竹山 會有一半被遮蔽掉 那這個是我們在訴求的 從民族國中也是平面往竹竹山看過去 如果有興建的開放案子 對 你的發言時間剛也過了 現在已經在委員 老師我幫他解釋一下 我們了解 我了解你的意思 剛剛後座也已經補充說明過 我們現在的點 以一個點為整 那至於這個有關民族國中的操場 我們還會宣布 好不好 這個目前我剛剛 已經補充說明了 我想通通前副局長團的 我們也非常清楚就是說 如果是在這個範圍內 就那個點就是在 就是唯一的從游下往倒看看上去 那可是如果我們再從大台北的地景來看的話 其實他真的有點像楊明山 殘竹山裡落走那個環南高柱快速道路 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他 所以他基本上我覺得 不是應該不是只有這個點 他從周邊你從那個新院西 或者是從羅斯福路在更北往下看的時候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一定是要保留的 可是他周邊會有影響到一些民視卡 跟他們那個視域 那如果有機會 其實我也看到康敏傑談的一些東西 或許可以再多一點思考 看怎麼樣能夠完整的控制他周邊 他兩個就是 兩個影響他跟那個保障的地方 在我們整個這個南區的保障裡面 確定是怎麼做的 老師不好意思 就是其實這些大概在前幾次 這四年裡面都有討論 還有那個李老師今天沒來 他上次很神奇 他說如果要那麼多點的話 是不是連上帝那個點也算進來 那他當然是開玩笑 就是說其實這麼多的點裡面 在都市裡面發展非常困難 所以他至少希望文化局掌握住一個點 那這個點是真的不能夠讓他做很大的變化 現在他們爭議就是這個點要不要再往後拉 那我們其實去看的問題就是往後拉 他影響不大 但是他對於整個民族國中那個操場 我們也到那個山上去看過來 就是從相仿的方向看 其實那個在山上半山腰看過來 民族國中以前是一個田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如果要這樣子往後拉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恢復成一個田 對啊這樣才有道理 所以我們還在討論說能不能再往後拉一點 那沒有說不同意 但是未來的五年可能要去談這個問題 好 我會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如果肯定他的這個 文化資產的話 他基本上他就